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林德福和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1號在823紀念公園進行雙和聯合造勢 許多熱情選民紛紛到場支持 現場齊海飄揚 黨內多位大咖也前來站台 當主席朱立倫致詩時表示 林德福在地經營數十年 希望永和的民眾全力支持讓他得票越來越高 我要他的票越來越高 越來越好 表示他努力的成果好不好 好 另外也要帶動我們中和其他地區 讓張志倫年輕的世代能夠高票當選好不好 好 跟大家報告 這一次我們的提名 不管老幹新資 都讓大家覺得國民黨展現出新的面貌 區域立委我們一棒比一棒強 我們的不分區強不強 你們不大聲一點 韓國瑜等一下就會遲到很久 而隨後到場的韓國瑜說 4年只能投這一票 投錯了只能再等4年 政治騙子比愛情騙子還可怕 現在民進黨是一群政治騙子 一定要擦亮眼睛 政治騙子比愛情的騙子還可怕 愛情騙 愛情失敗了 喝一頓酒大哭一下 一兩個禮拜走出這個陰影 重新找一個好伴侶就好了 政治騙子你投錯了4年才能啊 我們看看這民進黨這8年 到底在幹什麼 這是一群政治騙子啊對不對 對 對 總統參選的韓國瑜到場時 馬上受到民眾夾到歡迎 韓國瑜直誇林德福是真正清廉愛鄉土地委 要民進黨好好學學 如果我是做不好 怎麼會有六成的人想要政黨輪替 像德烏立委做這麼好 你們有沒有人說 德烏立委要替換 沒有啊 如果今天民進黨 沒有貪污沒有腐敗 讓我們國家安全和平兩岸穩定走下去 讓我們在國際上有地位 我們怎麼可能叫他下逃 因為他真的做到 天路人宴要下台對不對 對 林進黨林超學學德烏立委 你的勤勞 你的勤勞 你的青年愛鄉土 來學學我們的林德福嘛 他這是青年 打拼愛鄉土愛鄉土的 好兩位對不對 好 活友宜也談到 選後將會重啟特徵組 認為政府要受到全民監督 讓層出不窮的高層貪腐無所遁形 同時也強調讓人民免於戰爭 創造中華民國的國際舞台 立法院需要優秀的立委 不論是林德福還是張志倫 都需要大家共同支持 一起努力拉票讓政黨輪替 記者趙時鈴新北採訪報導 上次拉! 上次拉!